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过世的知识 我请大家帮忙我 选找我哥哥的公道 公平 让我哥哥能够可以安心 逃跑外来的存在 它是有一个社会意义的 它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压迫体制 它没有必要逃跑 经过我的儿子被警察打死了 那我的看法就是说 台湾有关警察的教育 训练要有道德 要尊重人权 尊重人民的生命 其实只要任何人 你我 我们只要在这个压迫下 理性的人不要说移工 我们每个人都会逃跑 因为我们不希望被任何的制度 以这样子的一个压迫方式对待 逃跑外容 逃跑外容 不是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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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工事人 黑工事人 不是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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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过去 当然冗国费的案子 现在呢在民事跟刑事的部分 其实民事的部分呢 家属已经跟所谓的开枪远警呢 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 以后在法院里的法庭上 已经进行了民事相关的协调 已经进行了和解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来这个地方呢 我想在这一年 我们其实陆陆续续还是有看到 有非常多 逃跑外劳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死亡 或是说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个案 他也是一个逃跑外劳 在阿里山上面 上着警察的手铐 然后头部爆裂 当自己找到的时候 他已经死亡了二到三天 逃跑外劳 他基本上他并不是一个罪犯 他不应该得到一个好像刑事罪犯相关的 这样的逮捕跟查契的行动 而过程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因为这样而死亡了 所以我们想要喊一个口号是 黑公事人不是罪犯 好不好 大家喊这个口号来 黑公事人 黑公事人 不是罪犯 不是罪犯 所以发生了一个人 对他们的困难 对我来看 要有什么事 我保持人的困难 警察用武器 不是罪犯 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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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悲伤 那警察用枪打我的儿子 他没有良心侵害人权 三天以后警察也没有帮忙协助 后来经过一些非政府的机构 非政府的组织来协助帮忙 那还有人权的律师帮忙 那可以就帮忙我的儿子 所以这个案件才对社会曝光 他曾经说过警察开枪打他儿子 他可以接受 但是为什么要把他儿子打死 所以在他这次来台湾之后 我们再跟他讨论之后 他就认为说 尽管他的这个个案 在民事部分虽然已经达成了和解 这个和解经过了一年 而这一年过程 冗国飞的父母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他们长期需要依靠安眠药 每天才有办法睡超过四个小时 而他每次来台湾 不断心心念念都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 台湾社会对他的帮助 他依然记得这一年过程 他每次来都告诉我们说 他的儿子愿望是买一头牛 而这一头牛他到现在没有办法买 因为他每天睡不饱 他根本没有办法去照顾牛 就是一个这么卑微的诉求而已 所以他希望在这个季节回来告诉大家 一个对于逃跑外来这么强大的污名底下 他为什么愿意站出来 而且他站出来 还有第二个目的是 他不希望再发生相关的案例 所以没有时间休息 饭吃也不饱 他说在越南因为中介费率很高 在这边赚钱被扣很多 所以他的薪水很少 我不知道警察用多少时间去找我的哥哥 为什么他们找不到 我们去找到 警察好像他们没有这个 对我哥哥死亡没有责任 也没有关心 所以让我很失望 在2018年4月19日 警察打电话给我 叫我到加一警察派住所 来确认我哥哥的尸体 我到了 但是要到的时候 警察就骂我 叫我签一些文件 我看不懂 我没有签 他还是威胁我 那我不懂 台湾的警察 为什么用这样子的动作态度 对于这个民众 我哥哥来台工作 他说太太还是怀孕几个月 小孩子没有看到他的父亲 那父亲也没有一次 包过他的孩子 远离家乡来台工作 期待生活会有改变更好 但是让太太和小孩子 会更好地过的日子 那没想到 他去来台湾 就 就带来更多 孤单给太太和孩子 离开他家 时间是好好的 而现在回家是一个骨灰 那小孩子失去了爸爸 妻子失去了相夫 父母失去了一个孩子 我失去了一个哥哥 还有哪种痛苦比这种痛苦大 如果台湾没有人家劳动的需求 没有这么多雇主等着要聘用外劳的话 这些淘宝外劳他逃了之后 他也找不到工作 但是我们台湾社会都把所有的成本 全部加在外劳身上 来台湾的中介费 外劳自己出 来台湾谁来管理他们 他们付钱给中介管理他们 当他发生问题的时候 他不能够自由转换雇主 现在的重要是 他就算取得转换雇主的机会 他还要付给中介四到八万的买工费 因为他买一个新的工作机会 当这样的问题发生的时候 他能做的是什么 逃跑才是他的活路 可是我们台湾社会批评说 你不要逃嘛 阮国飞你不要跑嘛 你被警察抓到 你如果不要跑 你乖乖速手就行 你就不会被开酒箱 黄昏团在在里山上面 你被警察抓了 你干嘛跑呢 你跑 你如果没有跑 你可能就不会死 可是我们都不会去想 他们为什么要跑 当他跑的时候 遇到警察察气的时候 他为什么拼了命更要跑 因为他有那么多的钱 背在身上 他有再背在身上 他当然得要撞到钱 他回去 对于阮先生发生这样的意外 我们也感到非常遗憾 那因为这个案子目前已经在这个司法机关侦办当中 那我们对于这个阻案的问题 我们不表示意见 那但是对于这个查 这个所谓非法的外籍移工的问题 因为这个基于国家整体的政策 我们政府是一体的 如果说我这个其他的机关需要我们警察来协助 我们当然就会把医法来协助他们来查出这些失联的疑问 那这个问题 那我在此也是希望 那要呼吁一下 就希望我们直接在台湾工作 这些外国劳工朋友 那你务必要遵守我们中华民国的法令 你避免再发生任何意外 那这样对大家来说都不是很好的事情 那我们对这个 就要你来做政令宣导 你来交迫人活就是你们这样的执法 谢谢各位 好 来 谢谢科长 没关系 他刚刚科长提到 不要来违反国家的台湾的法令 那台湾的违反什么法令呢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违反移民署里面 移民署里面的所谓的刑方不明 因为他离开了他原本家工作的位置 所以他隐瞒违反一个法叫做聚集聚联 那第二个法是什么呢 他可能跟雇主签订了劳动契约 但是他因为不堪整个劳动的尺寸 他没有办法转换雇主 或是因为责任的原因 他选择不告而别 所以他违反了可能在民事上面 跟雇主有所谓违反劳动契约 没有继续执行 他因为契约而来相关的劳务相关的问题而已 而他们违反这样的法 却要面对警政署 因为我们国安机构 又有所谓的祥安专案 用国安的力量来查戏他们 科长出来竟然可以在两个 有家属死亡的外籍劳工的家属前面 去来讲说 请他们遵守台湾的法令 我想是非常可笑的 就是我们台湾人权到底在哪里 台湾人出问题就是外劳的问题 台湾政府出问题就是外劳的问题 台湾的本劳没有工作也是外劳的问题 外籍劳工真正式解决台湾 所有社会问题的最好的方法 只要把他们推出来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是今天我们在这边开的记者会 但是最后我们必须要再来跟大家说的就是 淘宝外劳到底是台湾 我们都会说他们造成台湾的社会成本 他们是台湾的重大隐忧 但是我们必须在最后告诉大家 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达到所谓 减少台湾的社会成本 淘宝外劳目前进入了几大产业 第一个是农业 长期缺工的农业 农业部在开出他们怎么解决 缺工的问题的时候 他说的是我们要引进农业外劳 然后劳动部不同意 或是进入所谓的营造业 昨天我们为准备这个记者会 我们就在网路上随便Google 淘宝外劳死亡 主要在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今天的这个原因 被警察在查契过程当中导致死亡 第二个原因是逃跑外劳在工地死亡 逃跑外劳他减少多少的社会成本 他用低廉的薪水进入这些 目前找不到个人的产业 没有本老愿意做的产业 这才是台湾的逃跑外劳 带给我们台湾的社会成本 他们是降低的社会成本 从生产地到我们的餐桌上面 多少外籍鱼工是陪我们抓这些鱼 这才是台湾的外劳 带给我们的社会贡献 而不是社会成本 没问题 没问题 没有问题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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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